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看一株小巧的迷你卡特兰 乌丰肉丝 这是一株名不见经传的杂交卡特兰 在网上除了有一张照片以外 完全没有任何资料 在台湾它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名字 叫做玉凤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传统,非常台湾 其实我觉得它优点还是蛮多的 首先它非常小巧,株质非常紧凑 你看我把它拿起来给你看一下 就这么一点大 今天因为风比较大 所以我担心它会吹下去 所以就用了一个桃盆把它放在里面 它开花也比较勤 因为它株质小,长得快 一年至少能开两次花 每一桿都有花 今次虽然只有一朵花 但是它杆杆都有花的 下面还有一个芽 你看 也有至少一朵花会出来 另外它的叶子特别可爱 圆的,它不像其他的卡特兰呢 是那种长叶子 它是圆圆扁扁的小叶子 双叶,非常可爱的模样 事实上呢,是双叶丹业都会有 我才注意到它旁边的两个杆子呢 都是丹业 你看这个之前呢,也开过花的 现在正开花的这个呢,也是丹业 你看株质呢,非常紧凑 整体株质呢,还是很美很可爱的 这种比较小型多虫杂交的卡特兰呢 其实是特别特别容易照看的一种卡特兰 事实上它根本也不用怎么样照看 给一点点水,给一点点肥 有足够的光照 就一年可以开两次花 假如你以前没有种过卡特兰 很想尝试一下的话 那么像这一类多虫杂交的小型卡特兰呢 又琴花又容易照看 绝对呢,值得一试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这株比较平凡 但是呢,小巧可爱的卡特兰 乌丰肉丝,御凤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